MUCH BEAR 嘿我是NB大小MUCH BEAR 那我們今天要看一下今天的東西呢就是 開射喔 大家還記得我們上一次開的 假命騎士時王ZO嗎 那我們這次要開的呢就是他的好夥伴 二期GAYS 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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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YS 那這隻GAYS呢 他的盒子意外的有跟 死亡有一些差距就是 厚度差蠻多的 而且他這一次啊 在盒子前面還有一個 出回特典好像是一個台座的樣子 那我們就先來把它打開吧 我們把它打開了 這隻GAYS呢 他身上的一些金屬漆 真的很漂亮 不輸給死亡的金屬漆 那這個有點像是 電鍍嗎 這顏色真的好漂亮喔 看得出來嗎 這顏色超美的 而且他的腰帶呢 跟死亡上面寫的不一樣 死亡是寫2018 因為他是2018年的騎士 GAYS呢因為他是未來來的騎士 所以他是2068年 2068年未來騎士喔 那他的可動呢 手臂呢 就是 也是跟死亡是差不多 因為兩隻呢 是差不多 起肩出來的 肩膀呢也是差不多 而且 這肩膀不會有作為可動 所以呢 在關節在移動上面呢 是不太會有問題的 而且他在 手舉高的時候呢 肩膀這一塊會往上舉到這邊來 所以不太會卡到可動的部分 YA 錶頭呢 錶頭跟之前一樣是可以拆掉的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要很小心的保存 背面的部分 這裡有一個像是 手錶的卡榫的地方 也上色上漆整個都做得還不錯喔 整個質感上都是非常好 可動也是都還不錯 可動整個都是跟死亡差不多啦 因為他們兩個是同時起初的 所以東西都還差不多 然後他臉呢 是寫著日文的GAYS 死亡的臉上就是寫著ZO GAYS的設計呢 他的名字呢 搞得有點像那個 天線一樣 刺刺的 還蠻酷的 嗯 這一隻的缺點呢 跟上一隻一樣就是 很可惜的是 那錶頭呢 沒有把他給上色上出來 這一點真的是 啊 煩躁啊 呵呵 不能夠用心一點給個貼紙 還什麼讓玩家自己貼嗎 自己貼也不錯啊 煩欸 那我們這一隻 就不多做介紹了 因為他的東西呢 就跟死亡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來介紹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 這一盒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他的複屬特點 特點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給了好像滿多塊 這是給很多塊嗎 還是 他是同一個零件 我們來猜猜看看吧 原來他在盒子裡面呢 還放了這個 噔噔 GAYS跟GAYS 喔 他這個 嗯 要怎麼裝 我終於把它組合上去了 我看一下說明書 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組合他 給了這兩片 裝起來質感還蠻好的耶 他把它封在那個 透明的塑膠殼裡面 而且他把那個 表面的那個 凹凸感跟他那個 那個立體感 整個都做得還蠻好的耶 哇 這個底座真的還蠻有質感的 哇 好討細喔 真的很不錯耶 哇賽 就可以 其實也不一定要把它放成底板 其實也可以把它放在背面 嗯 我覺得好像直接把它當成底板會比較適合 因為這樣子 看不出來他到底後面是什麼東西 因為太小片 他大小還不太夠用 整體上來說是還蠻討喜的 手型呢 也是給了大概跟死亡差不多的這些手型 就是可惜的是變化性好像不太夠 不然的話呢 手型如果給了再多一點呢 就會更好 因為他也沒有給武器 也沒有給任何的配件 他就是 一隻騎士 然後搭配其他的手 就是有點可惜 因為他會把 武器啊 跟其他的手啊 搭在那個之後 在魂箱呢 要出的摩托車上面 那要拿武器跟其他手呢 就一定要買魂箱限定的摩托車囉 我也有買 所以之後就是等 摩托車出了以後 我還會再把他們再做一次開箱 然後再加摩托車 以及武器一起開箱喔 出了以後 每個人都開始不習慣了 再加拿武器跟其他的圈子 但沒被煩在那裡 是 所以 arquivo 喜歡嗎 喜歡我拍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以及分享出去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